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设则消息在军队内部也是一时激起牵层了 因为这个裁军任务的落实牵涉到所有官兵的切身利益 不得不说 伟人的魄力自是与众不同 军委主席邓小平不把裁军这个事情推到下一届 得罪人的事情放在自己任内解决 邓小平指出八四年阅兵的缺陷 只是 这个必须改 得罪人也要改 首先 他强调 裁军就是萧总 三总部要带头 他在1980年三月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总后级部三大总部 为什么机构这样大 过去 每提出一个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 增加人员 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 他还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表示 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 机关大了部门 多了 扯提的事情增多 工作效率就低 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 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吗 副职多了 就官僚主义泛滥 其次 他强调 裁军简单要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 军委制定了撤 并 降 交 改 离等六法 撤 就是成建制的撤部队 包括撤军 撤师等 并主要是合并机构 向大军区合并 院校合并等 这样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 和压缩其规模 逐兵团级 军级机构 压为军级 师级等 交几把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 如县使人民武装部和内卫部队等 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正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 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货兵等 理则是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这些改革的办法解决了消忠 问题也破除了体制的障碍 使得军队的编织更加科学合理 提高了战斗力 就是在这样的裁军指导原则下 军队大刀困斧地进行了改革 在制衣进城中发生了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成坤之变 在军委经检整编的正式的方案出炉前 有一个初步的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 当时的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合并 军区指挥机关定点在昆明 新的军区班子 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 昆明军区的司令人张秀将军 已经做出了部队干部 在新的军区的安置预案 原昆明军区进最大努力腾服位置 给成都军区的干部 当时无论是张秀将军还是部队的高级干部 想都没有想昆明军区被合并别的军区的事情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昆明军区 还在担负着边境地区自卫反击战的任务 第二方面是昆明军区是解放军二爷的老底子 老政委就是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 所以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张秀将军 还带着全套的接收成都军区的方案 然而在军委的扩大会议上 正式宣布的裁军方案里 昆明军区被撤销 机关和部队合并到成都军区 因为从国家的长远的大的战略环境 和整体的利益来考虑 保留成都军区是合理的方案 而这个方案也是二爷的老政委邓小平同意拍板的 质疑成坤之变的事件的落垂定音 对军队的裁军改则 推进作用巨大 从中也看到了领导人对裁军的巨大决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